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曾经那个和林志颖搭戏的小和尚 好少文 那真的是我们80后满满的回忆 那记者最近再次见到他 好少文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依旧是圆圆的可爱的模样 不过20多年过去了 当年只会在戏里吃吃喝喝的小胖子 又有多少变化呢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从小就是人气极高的小童心 于是好少文现在听到的最多的 就是下面这句话 每部戏都会有人跟我说 少文我从小看你的戏长大的 我就说你好你好我也是 可不是吗 四岁时好少文就征战大一幕了 成为炙手可热的小童心 但他在稍微长大了一点之后 却有一长段时间 消失在了大众视线之内 2010年甚至有传闻称 好少文已经去世 其实那时的他是在专注于自己的学业 才没有太多的在公众镜头前露面 不过到了2011年 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 好少文的现身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每个故事都有一个胖子 阿和就是那一个胖子 好烦耶 虽然之后的几年 好少文也接拍了五六部影视剧 但都反响平平 不过到了2016年 好少文已经准备好 要全力冲刺演艺圈了 现在这个年龄也是刚好要 应该要冲刺一下工作的嘛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作品 然后跟大家更多的见面 自小就凭借着喜剧入行的好少文 一直以来长得也是一副圆嘟嘟的可爱模样 但作为一个演员 好少文并不想直演喜剧 他更想让观众们看到他不一样的演技 其实我觉得蛮适合演坏人的 为什么 就是反差嘛 就是让你想不到这样 那偷偷地刺你一刀 虽说在自己的演技上有浮小的野心 但好少文对自己的演艺之路 目前倒还没有太多规划 一副顺其自然的模样 还真没有什么目标 其实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工作 那观众朋友们就会看到你的努力 然后也会渐渐地接受这样子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我咯 幸运的再见 上海独家采访不到